HELLO,大家好,我是DuckHugh 今天要跟大家講奇異博士的鏡頭語言 大家在看奇異博士的時候有沒有發現他們鏡頭語言其實蠻不錯的 這次有注意到就是奇異博士去找一個之前他們醫院的一個病患全身癱瘓 然後去了籃球場找到他這段舉行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鏡頭語言是怎麼運用的 首先他就是透過籃球場的鐵籃杆鐵絲網去製造一個奇異博士跟陌生癱瘓的復原病患的一個 一個障礙一個阻隔就是一個陌生 所以他是拍攝的時候把在中間用的物件是一個鐵絲網籃杆的部分去做一個鏡頭的語言 他大可可以做個開放式的籃球場讓奇異博士直接跟那個病患直接取得去那個 去那個去那個聖殿那個奇幻的地方的資料 可是他們這個導演並沒有這麼做 他善用了籃球場的籬巴去做製造一個組隔區隔感 這是奇異博士找到那個病患的第一個卡 第二個卡則是他們已經有了交流一定的溝通之後 奇異博士把他的手拿出來就是那個戰斗的手 沒辦法控制受傷的手 那一幕開始 兩個人物移動到沒有籬巴的地方 就是出入口的 藍球場出入口的籬巴的地方 這個時候證明說他們已經進入到一個互信的界 應該算是互相 他了解他他也了解他 因為他知道他需要恢復這個他的手 所以這個鏡頭又帶到了沒有籬巴的地方 就代表他們產生了溝通 這是屬於一種電影的一個基本的 是基本的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一個鏡頭語言 分享給大家 假如有拍片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鏡頭語言的用法 OK 今天的鏡頭語言教學就到這裡啦 Goodbye